接着来第五场 去过这些参赛马服货备忙 12号手牵手 休息多了三几天 四番千二个短途 状态fit的马都很多 很平均的 一就除交叉避孤眼罩照戴 九就除了过眼罩 重戴开逢眼罩 扎利照旧 上次快都不快 好了 先看一只信衣宝 又是了 我不知道它兜兜转转转来转去 原来下班 不过这只马我不觉得比之前聪明了很多 这只都是落班的 尽着时 但是说神操观感 我都觉得它会比一 再精神一点 再吸引一点 这只尽着时 这只又是陈家晞 但是之前它跑得比较好 这只物跑都试过 21天内跑三场都可以 多知多才 都没什么好大上落的 保持得很好 其实上次都跑得挺对的 都是偷偷埋埋 都不是说这么利 拼得这么密的马 这只都搞了一阵 都没上阵 都是健康 粗年不得的同盟力量 11月25日出过赛 直至到现在 都已经差不多有半年了 试一下那盒 最后放在前面 你要留意这些 盒的水准 未必很高 在它旁边那些很新的 叫佳力宝 安田之寶 也都在这一组 它就在中游位置 但是你看它的感觉 它的势不是认真强 其实看到它在配备方面 都已经是不断变了 上次跑完之后 六个礼拜才复火 已经在重化 二月底才开始跳 接着开始就脱耳套 脱耳套 交叉被枯 又转一下扎离 它有很多东西 这只就每次一下班 它又有点晕 立即抽到中内放 又方便到它那些发挥 跑的 跳就在三班的时候 都见得漂亮的 其实这只真的很好码 一落班就对 就漂亮 一落班就对 就漂亮 电信火箭 不要看它好像中下中下 它是这样的 软岳不移位的时候 砂田千四级数 过谷草千二赢 这些就行了 现在这样就 好了 再来就声势 这些我想它应该 还可以再漂亮的 这些质身码 过来谷草 找一些不同的对手 快跳就比之前顺畅了 好 接着看看这只马功臣 起碼是真的不够锐 你说牛底质 就是这样而已 漂亮 不是这样的 很铃铛 这些也是 小鸟傲长 这只小鸟傲长 这只小鸟傲长有点过气 下场跑已经引证了很多次 头段是真的不够快 力铲也不够快 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好 好有艺军指 近还近 近是一件事 两货跳 两货都是这样的模样 双鸟傲长 其实不要开什么脚 打算慢一点 操控到就算了 是的 这些就感觉上 操控得好很多 骆游之星 25个七末段这样按住 马身一向都是操壮的 这些跑形势的马 他上次是报千四 我记得这只马 好 手牵手 这只马开始有点不同 五个礼拜跑 服货那里是多了一点 那里就可能那些马 就是年轻了 但是今次跳了一货 立即跑去试个杂 试杂这样都跟着 他都不着意在前面的了 那就顺便走一下 接着单跳一货 哇 最后那一货拍跳 我看这只马 真的上历程度 厉害了很多 最存在变数就是这只马 神操跳 他也没有带什么配备 所以感觉上有点 炸炸地 不是很起眼 但他都已经近一近的了 你都小心 好了 福满宝 经常都是这样的 都是着意慢 又要存着个榜 都桃花旺那些 又不是说这么多硬仗打得 要偷偷埋埋 看看后备二的请让路 又再作出一些配备的转变 上一次休息了这么久 都不是太好 让他再定点 放松一点 来到第五场 另一组的四班千二 这一场就是三天的头关 很重要的头关 其实这一组 我想最市正的 都是五号马那只赢多多 你不论状态、牌位、往迹 都是执着它那里 其他密码 譬如你多知多才 上次都已经是目标清晰 又等落班 又靓档 赛前是口够 试买杂 都不是太好 所以这些马 你用潘顿 他又会扯一些飞 所以我觉得他不硬正 多知多才 其他 譬如马功臣 又是差不多了 跑了的马 电信火箭都可以的 这些就整天都准成 稳定 我只是这么说 简单一点 顺义宝 转了苗尼德道 加了一个交叉秘枯 一直都跑得不一样 近一近一近 跑得很迷 原来想落班 立刻脱交叉秘枯 这一局 最有机会杀光 就是他 另外五 赢多多 基本上长期都这么好状态 十二 首牵手 都是一直在好 再数下去就是六 电信火箭 一向不试习 你查一下 有机可试习 我觉得赢开的 没有所谓的 这些还是有边线的机会 其他就临场再提 第五场赛事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儿